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现代语人的希望 我是米亚,白米的米,文亚的亚 可以和你共度这段时光,真好 今天文学会课是这个栏目的播出 我们要谈的也是一位听友介绍的书籍 他介绍一本书是天路历程,约翰班杨所写的 今天我们就来听天路历程的故事 天路历程,他是英格兰的基督教作家 也是布道家约翰班杨所写的 也有的版本把它翻译作《本人约翰》 天路历程在1678年2月出版 是一首基督教的预言诗,后来也被认为是小说 他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英国文学作品之一 那么约翰班杨为什么会创作这部作品呢? 因为他当时违反了英国政府所颁布的聚会法案 被判入贝德福德郡的监狱 有关法案是禁止国民参与英国国教以外的聚会 许多学者研究约翰班杨的生平 认为天路历程是在他坐牢期间所写成的 上卷在1678年于伦敦出版 下卷在1684年出版 最早的上下卷核定本是在1728年出版的 天路历程 第一步是有关临程经验的寓意文学 有一个堕落者为了要逃出毁灭之城 他遇到了十字架 成为了基督徒 一路访寻天成 途中遇到了各色的人物 像是智人有 心慈 敬虔 无知 也遇到了各样的状况 像是浮华世界 疑惑城等等 基督徒也遇到了各种的危险和考验 最后战胜魔王 到达快乐山和天成 而天路历程的第二步是姐妹座 也可以说是续篇 是基督徒的妻子 寻访天成的过程 约翰班杨写这本书 他出生于英格兰 其实家境是很贫困的 虽然学者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英国文学作品 不过约翰班杨不是一位学者 他也不是神学家 也不是文学作家 他只受过一点基本的教育 他的爸爸是一个补国师傅 就是我们所说的补国家 他也跟着爸爸做这门手艺 后来和一位叫做玛丽的女子结婚了 从此改变她的一生 玛丽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他带了两本书嫁给约翰班杨 一本是《敬钱的实践》 另外一本是《普通人上天堂之路》 约翰班杨的生命受到这两本书的影响 也开始学习过《敬钱的生活》 而当他后来被捕入狱 在监狱里写《天路历程》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很有趣味性 也很有教育意义 约翰班杨在故事精心设计 每一个人名和地名 除了让故事很生动之外 读者也可以投入在故事当中 成为里面的角色 故事当中总共有两百多个人物 其中的名字有美图 尽忠 心词 智人勇 无知 残忍 怀疑 伪善 这些都能够刻画出人物的性情 如果你在阅读这本书当中 你很容易也会发现 你的身边也有很多这些性情的人 但渐渐你会发现 原来这些性情自己也有份 描绘的地点有六十多个地方 像是优玉坛 安逸平原 天真山 信石村等等 这些地名都能够具体的反映出 这些地方的实相 约翰班杨把主角命名为基督徒 故事开始就是基督徒背着沉重的包袱 逃出他原本居住的地方 毁灭之城 去寻访又深的天城 旅途当中 基督徒遇到了不同的人物 有善也有恶 也遇上了大大小小的挑战和危险 有被守护得以夸胜的地方 也有失败得到了安慰 约翰班杨在书里面 放入了一个很重要的福音资讯 其中一个场景 是一个走天路的基督徒 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 在路途上有一个十字架树立 十字架之下有一个空坟墓 基督徒走到十字架旁 背上沉重的包袱 就自动泄落 而且滚入了空坟墓里 从此以后 包袱就不再出现了 接着他所走的路 就轻省多了 十字架成为他人生的转列点 其实这是约翰班杨自己的经历 他曾经因为在上帝面前一再的犯罪 良心受到责备 而陷入了极度的痛苦 他很焦虑自己能不能得救 后来他从圣经的加拉太书 还有罗马书当中 得到音信称义的资讯 而且重新回过 因着十字架上的基督所留的宝血 赦免了他一切的罪 背负沉重的担子 得到卸下 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验 他觉得他要和别人分享 这是拯救人类的丰盛恩典 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神的儿女 这个十字架的场景 对你对我来说 一样都是意义重大 因为我们的人生旅途 一定会有软弱的时刻 每当犯罪跌倒 当想到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一切的罪都可以被赦免 可以重新振作起来 只有福音 只有福音有这么大的力量 耶稣为我而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胜过了死亡 为我复活了 故事的后段描述 在进入天城之前 必须渡过一条河 这条河寓意死亡 死亡令人恐惧 恐惧的地方是 人无法逃避 而且必须要与 现在的一切关系割断 但是福音破解了死亡 对人类的瑕疵 也就是说 死亡的发生 让死亡这件恐怖事情 永远的死了 十字架是让我们出死入生 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只是肉体的死亡 死亡是进入永生之前的准备 死亡不再成为威胁 每个基督徒都可以依照上帝的指引和帮助 行走迈向永生之徒 亲爱的朋友 神在沙漠中开江河 在旷野中开道路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 祂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我们来欣赏这首诗歌 由新兴音乐事工所带来的 《大海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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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好想一片汪汪的洋海 当你在水中掙承 你所看到的只是白水和只狼 只能反抗 许你一回心丧之 无欲必不是你 失去方向 为当自爱的天赋 把你带到高处 你从上面看下了 你才看到水中 像锁定的道路 没有人能为我 中国好想一片汪汪的洋海 当你在水中掙承 你所看到的只是海水和只狼 只能反抗 许你一回心丧之 无欲必不是你 失去方向 为当自爱的天赋 把你带到高处 你从上面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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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看到水中 像锁定的道路 神锁定的道路 神锁定的道路 没有人能为我 身锁定的道路 没有人能为我 尝尝 神锁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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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能为我 他想要做一件心事 愿超过你心肆肆肆 你又更强壮大 而你又更强壮大 神的夫人 也和我领导的 走他所制定的道路 来完成他的使命 在中国荣耀主帝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播1566千课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十一点到十一点半的播出 现代人的希望 我是米娅 刚刚你所听到的诗歌 大海中的道路 天路历程的主角叫做基督徒 他在奔往天城的路上 遇到了许多困难危险 但是你和我 不也就是这奔走天城的天路课吗 在大海中的道路 有上帝指引我们 今天文学会客室和你分享的 是约翰班杨和天路历程的故事 这是由我们的听友所推荐的 约翰班杨写天路历程 这本书一问世就大受欢迎 一年内重印了三次 在班杨去世之前 这本书已经发行了十版 据他的一位朋友说 卖出了十万册 尤其在当时1678年 能够读书试字的人 相对比较少 所以这个数字就更加的惊人 1681年 天路历程在美国出版 立刻成为广大清教徒当中 这一幅盛名的书 人们把它反复的阅读 直到它已经破旧的不能再读了 所以尽管天路历程多次的重印 现在你却很难找到 比较早版本的天路历程 现存的第一版天路历程 只剩下五本了 可以想见当时候这本书的受欢迎 以及被阅读到破烂不堪 所以没有办法留存下来 虽然天路历程受到了 普通读者的欢迎 但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 它的文学性是遭到质疑的 当时文化界和学术界的人士 对于约翰斑扬不屑一顾 一直到了18世纪的末期 社会上开始对这本书 有赞美出现 到了1830年 著名的诗人 萨塞编定的天路历程出版以后 学术界开始接受 斑扬是一个文学家 而当天路历程 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之后 人们就在探究 是什么让他具有如此大的魅力 直到现在仍然流行 使者们找出了很多 斑扬时期的书籍 猜测可能约翰斑扬受到了 这些书的影响 因为在当时 你很难想象一个 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补锅匠 能够写出天路历程这样的书 约翰斑扬也觉得 他需要为自己辩护 他说明自己并没有抄袭 当然斑扬没有多少 经典文学的积累 他在天路历程当中 依靠的是 自己对上帝的热爱 对人生的感悟 以及后来批评家所承认的 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力 天路历程对预言体 这个古老文学题材的运用 对梦境形式的借用 以及他戏剧般的对话 简洁的语言风格 都让天路历程 不仅仅是一本宗教的著作 而且是一部文学经典 我亲爱的朋友 这本小书 在今天来看 其实它的篇幅也不是很长 米亚真的建议 如果你没有看过 去买一本天路历程来读吧 相信你也会有所收获的 因为故事当中的基督徒 所走的这一条路 同样也是现在每一位基督徒 所走的路 来欣赏这首诗歌 由天音合唱团所带来的 这一条路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 是干脆的路 是干脆的路 让你的手引导向灵的美丽幕 我走过最喜悦的路 是靠的路 把冬一天交给你的心 来占捕 手机就更加宽阔 放手就更加宽阔 我给你走过最喜悦的路 我给你走的这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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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靠的这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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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走的这一条路 是靠的这一条路 是靠的这一条路 我给你走的这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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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朋友 今天和你介绍天路历程 这本书 有一位读者 他分享他的感想 他说 他初信的时候 读天路历程 没有太多的感受 但是 随着时间过去 他的属灵经验渐渐的增加 与罪恶相争的体会 也越来越多 他就发现 故事主角基督徒的 种种经历 正是我们的写着 他遇到的困难 也是我们遇到的困难 他的失败 也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失败 而他每一次灵性的复兴 也带给他极大的喜乐和盼望 因为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透过天路历程 基督徒的经历 同时也来思想 我到目前为止的人生 我对主的认识如何 我怎么样面对困难 我是不是依然坚定的依靠主呢 如果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米娅也建议你 可以照天路历程来看看 你会更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 拜拜